各位国学堂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学习《论语子录》第十三篇,第八节的话 在这里呢,孔子评价魏国的公子经 说他善于治离家政,就是善居士 时有,当他的家里面稍微有一些了,宽裕一点了 他就说,狗何以,差不多,够了 少有,又稍微多了一些 他就说,狗晚以,哇,他说我家很齐备 富有,当他家里面很富足的时候呢 他说,狗美以,就是说太完美了 这段话呢,其实讲的是公子经的知足常乐 我们知道,古代一个世家公子啊 这样知足常乐,可不是简单的一件事 一个世家公子的生活,能够修养到知足常乐 非常难得 想这样有修养的人,如果从政 就不会受到外界环境的诱惑 想想看,这样知足常乐,谁能够贿赂他呢 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知足常乐 会不会受到环境的诱惑 第九节,有一次孔子到了卫国 燃油做他的仆人,为他驾车 孔子说,树移灾,人真多呀 燃油就说了,既树移又何加烟 这个国家人多了,那接下来进一步要做什么呢 孔子说,富之,要使百姓富足起来 既富移又何加烟 燃油说,富起来以后,进一步要做什么呢 孔子就说,教之,要让他们接受教育 孔子对弟子的教育都是随机教育的 因为弟子常常和孔子在一起 所以处在情境之中 这样的教育会收到最好的效果 耶稣对门徒的教育也是一样的 让门徒和他住在一起,跟他走 这样的,耶稣对门徒的教育也是很随机的 在这里孔子说,要让他们富起来 然后教育他们,先富后教 咱们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中国果然富起来了 短短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那请问,我们已经富起来了 但是有些人说,咱们忘记了教化 富起来之后要接受教育 可能过去啊,你忙于工作 有些事情落下来了 现在呢,可能事业有成 接下来就要好好的接受一些教育 充实提升自己很重要 所以那些大老板呢,学习是很重要的 也有越来越多的大老板呢 开始注重学习了 这是一件好事啊 也是一个觉悟,思想的觉悟 为什么呢? 因为仅仅是经济繁荣了 如果不加上文化教育 这个社会国家民主啊 会堕落沉沦的 所以这是很严重的 第十节 第十节是孔子的感慨 他说,苟有用我者 如果有人用我治理国家 如果有人用我治理国家相信我 七月而已可以 一年就治理差不多了 三年有成 给我三年的时间就会卓游成效 这句话表现了 孔子对治国是很有自信的 也是 孔子的感叹 感叹自己的政治理想 不能够实行 有时候我们会感觉自己没有机会 就算你现在没有机会 但是我要问的是 你现在有没有孔子的这种自信呢? 自信给你机会 你来治理 你来管理 就会有所成呢 我希望大家是预备好 有这种的信心 当机会临到的时候 我们能够拿得住 2020年 祝愿大家 自己充实自己 不断地增长自己的信心 也让我们不断地去体验 去学习操练 知足常乐